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赛开本期大帅关键来关键一把好哥哥的使徒 越南打使徒,比较少见啊 但是,对吧,我经常在他直播间偷偷的潜伏学技术的时候呢 还是会看到他打的,特别有的时候小号先练 练熟了以后在一些不太好打的阵容或者不太好打的地图 这样地图就是因为这个里奥的回忆的话 约瑟夫打这道阵容真是挺难的 就是他带一个,你说带个船嘛 那这边第二刀怎么补,就算将勇气要把穷者的状态打残了以后,第二刀不太好补 因为祭司在一些点位上面动一打,约瑟夫是不太好处理的 然后昆虫学者也一样的 这昆虫学者的话,如果说在就是比如说大方那个点位 就是对吧,本身加速推一段,然后口子一封 约瑟夫想要跟,很难跟,没闪现是根本打不到一刀的 那这里的话应该是击倒,这个击倒时间还是挺快的 这一波的击倒,我觉得平局应该是有的 就看防守了 如果说能防得好的话,甚至有机会能真胜 暂停破译,我去救人这边来救 然后昆虫学者这边好像有动作 看一下,傭兵被通缉到了 那这边傭兵被通缉到的话 这里如果说防守做得好,这边猫已经放了 看这边如果能打一刀,猫往回一顶 这有可能是一个双倒啊 宝皮别救 这边应该是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 因为这个猫放的在家被通缉 哎,昆虫,推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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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本来我感觉这一波一刀打完,然后傭兵一晕 那么这刀插刀结束以后,傭兵确实能解晕 有可能能救下来,卡半救下来 但是傭兵应该会再挨一刀 但是由于这波的昆虫这波的保得好 范老师这波的一个协同做得好 应该是要追双倒的话呢 这里这个祭司可能就走了 这边祭司可能就走了 没办法,这边的话追祭司 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他手里有闪现的话追祭司也行 因为追祭司的话相对来说更稳一点嘛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把约瑟夫,不,那个好哥哥打使徒 不打约瑟夫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张地图,约瑟夫不好打 他想拿个使徒来保平的 所以当时闪现在手没有先知的情况下 再加上,对吧 我又不怕前锋来干扰我 其实选择追祭司也不错 保平真胜 能保平 然后真胜的话呢 就还得看了 因为他就不追双倒嘛 那么这边求者的密码机可能就会够啊 这里是换了一手挂 然后佣兵拉球,前锋拉球过来补 这波就下来追一刀 有闪现啊,问题不大 有闪现倒是问题不大 这边,哎,哎,哎 跳,后面不太好跳 呦,我去 前锋,漂亮 这手小鼓动前锋这一宝的话 佣兵就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点位了 他可以往外拉 不过我手上面没有护臂了 没有护臂了 跳过来 冰住我好一刀 嗯,这里的话看一下密码机 呃,不太够不太够 往前一顶 猫往前一封 封住前锋的一个位置 沉没掉前锋 然后这边牵起来 将人挂上前锋 这边还没解锁 还没解沉没 但是使徒这边 明显还是选择了 哎,这边的话 其实可以过来跳一波打一刀啊 对吧 你不准我挑先打一刀 然后猫往回一方 坤兽学者又来了 来了,他来了 这个男的,他来了 推 哎,在这里 金身,我去 这一波前锋有点印象 印来,你印来 我这边技能没交 切了个金身 直接打 打完以后这里的话 我觉得 坤兽学者可能会来救一波人啊 对吧 他如果说能够救下来 前锋这边交自己 一波混战 但是我觉得 求者这波前锋 有点过于 硬核了 就是打到后面 哎,这边 哎,再晕 那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救下来以后 游逼这边虽然说没有博命 坤兽学者 拖拖拖 我去去去去 还有我去 范老师 可以啊 前锋这边跟了 跟的话 保一个穿大洞吗 保一个穿大洞 不穿 不穿就是硬前锋 硬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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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残血 帽一放 跳一波 再往前一顶 好 这边再跳 幸福二选一 打 球者这边是状态全部补好了 追昆虫学者吗 追昆虫学者 这边我有精神 你前锋再来保是保不了的 不过本来其实 使徒也不怕前锋 说实话真不怕 刚才前锋那波状 怎么说的 还是就是非常自信的 一刀可以 这里前锋压着就最后一波人 祭司24% 挂上人 看一下往哪里挂 往祭司那个方向挂过去的话 只能挂在大房里面 然后再放包往祭司那个方向顶 其实我觉得这边是可以选择过去守密码机的 是可以守密码机的 就是你要来 呃 去那个 这边来看能不能运 能不能运 运不到 这个确实有点难 因为这个动物就在旁边 这边救下来以后直接补状态 这样的话 这波再杀回去杀个回瓦墙 昆虫学者里面已经没有了仇 想击倒呢 需要花一些时间 但是 呃 由于祭司那边换点了 所以说这里会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抓一波人 如果说能抓到的话 开门站有一个上挂飞的人 猫拉回来 这边落地 落地 沉默 那应该是想要去管祭司吗 因为这祭司其实抓了的话也不错 因为这祭司也是一个二挂 这边应该是小果冻叫了一手 祭司那边拉开了 这边把昆虫学者摸好 排耳鸣 这时候耳鸣先消 然后往前放 有耳鸣了 有耳鸣了 来找 能找到吗 好像能找到 一波跳 还有一波跳呢 这边咬住啊 跳 漂亮 那应该是昆虫学者去补祭司的密码机 然后前方再来救一波人 这里有金生 防一手撞旧 可以防一手撞旧的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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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撞到 我去 没撞到 这就有点 呃 也行吧 这边是 一波 难道这是故意的 我就不相信这真的是故意的 我顶金身牵起来 等会你过来我 密码机点亮了 哎 这波 这波应该是就是路人局的一个交流 可能没有这么好吧 看刚击倒 然后强行点亮 那这样的话是前锋不一定走得掉啊 好哥哥这把有机会能赢的 不过本来那个开局他就有机会能赢的 两波跳 还有一波跳 续一手 好 这里昆虫学者去捞的话距离有点远了 因为他 明显是知道这个 呃 昆虫学者亮的密码机的一个距离的 你走过来这个这个 这个祭司也挂飞了 所以说这边是 很稳健的就 判断好了你这边的一个那个 就判断好了那个昆虫学者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将这边的前锋接到以后保一个三抓 可以啊 可以可以 过程当中其实 有非常多非常好看值得去细细推敲的一些点啊 就像前锋刚刚那波 是 感觉上是想骗精神 还是故意迟疑的啊 就有点意思啊 可以慢慢分析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